所以人说这个日本啊 是最没有大战略的国家 他解决矛盾的办法 就是制造更大的矛盾 解决怎么解决麻烦呢 制造更大的麻烦 比如说我想吞并朝鲜 那我就要跟朝鲜的宗主国 亲王朝开战 一不留神我赢了 假武战争我赢了 朝鲜归我了 于是我想吞并中国的东北 你要吞并东北 叫跟俄国开战 对吧 那俄国比中国强大吗 你要吞并朝鲜 你打中国 中国比朝鲜强大 你要吞并东北 你打俄国 俄国比中国强大 你又赢了 黄军真是五蕴长久啊 无敌于天下啊 无敌于天下 所以我要吞并开平洋 我要吞并整个中国 我要吞并开平洋 那你就要跟比俄国还要强大的美国开战 最后结果把你玩死了 把你玩死了 你以为那还是像二十世纪初日的 比拼刺刀 比正手的弹 谁给你比这玩儿 谁给你比这玩儿 是吧 正经就是拼刺刀 你也拼不过美国兵 一米六的能拼过一米九的吗 你想想 人就是人家命值钱 人就懒得跟你干这玩儿 是吧 我能拿子弹打倒你 我干嘛要用刺刀打倒你 是吧 你看二次大战的时候 只有日本和波兰两国的军官 坚持佩戴笨重无用的军刀 是吧 那玩儿除了半字一根头屁股没有 要是长途行军 能当拐棍是 是吧 最搞的就是日本飞行员 狭窄的机舱里头 带把刀进去 是吧 上飞机先拿把刀进去 是吧 您那刀是铸铁的 是吧 铸铁的 他那飞机上的 那个 那些的各种 磁 磁罗盘子那种东西 就磁机的受影响 所以美国人经常觉得 这日本飞机的旁星路线 怎么这么奇怪 一会儿 直接飞到天照大审那儿去了 是吧 你这么奇怪 你没那把破刀 你没那把破刀 你拿着玩儿干嘛屎 是吧 拿着玩儿干嘛屎 最逗的就是日本那个 大印度尼西亚空向兵 从飞机上一跳起来 跳伞 扒着刀 往上冲 是吧 您说 您玩儿子那叫什么战术 整个空向王义和团 是吧 您从飞机上跳起来 人德国伞兵跳起来 冲锋枪刀刀刀 机关枪 日本兵个刀 跳了举刀往上 是吧 举刀往上 正丑 人正丑在天上打不死 你 掉了举刀往上出 就这样